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岭真是不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啊 要不我去收拾他吧 秦岭 那是我儿子扣子的根 那要收拾王局长跟我去吧 白公家 还是老规矩 在家温浩就等我 掌柜的 犯达 攻击 导拝 弟兄们 咱们警察是干什么的 除暴安良 保一方平安 好 今天的行动 要快 准 狠 这次行动非同一般 所以弟兄们 要格外小心 王局长 弟兄们还不知道 这一次去收拾谁啊 不许多位 到了就知道了 是 王队长 王队长 快 王队长 王队长 不好 秦队长 汽车已经不知去向 张伟 请 你说秦岭现在是什么心情啊 这次是 悲伤 愤怒 愤怒 愤怒的结果呢 有两种可能 一 是屈服 二 是杀了咱们 那哪种的可能性大一点呢 郝玉荣啊 我对秦岭下不了手 我对秦岭下不了手 秦岭对你也下不了手啊 可是 寇家 道秦岭的事也在 算算算算 不说了 不说了 掌柜的 这有些事 还是让我去办如何呀 我可不希望伤害到秦岭啊 哎哟 掌柜的 这么多年寇家没有道成前名 还是你把情感看得太重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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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君 亲历 你得为我爸爸 报仇呀 相君 血债要用血来还 我一定捉拿杀害你爸爸的凶手 亲历 有什么线索了没有 还没来得及调查 当时警察集合准备干啥去 训练 请不吝点赞 北管家亲警来了 我等你半天了 你们杀了王局长 别激动 冤有头债有主 王局长和你们有什么冤有什么债 亲历 他要出兵灭了口家 这个债欠的还小啊 警察局有你们的人 有 谁 我忠于我的弟兄 任何时候 我都不能欺骗和出卖我的弟兄 你告诉我谁出的手 我想出手 结果展柜的要亲自动手 可无专政 你父亲 他人呢 上车吧 你上车 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亲历 从我跟他靠家那天起 靠家人从来都不怕死 去哪儿 上车 开车 开车 象君 你不用担心 也许 也许秦岭现在正在调查凶手呢 阿姨 我心慌得很 邪不压正 再说 秦岭手里有枪呢 会不会是寇家人干的 你凭啥说是寇家人干的 秦岭告诉我 我爸集合警察 就是要去收拾当母贼的 阿姨 你咋了 相军 我得去寇家看看 阿姨 我跟你一起去 白管家好 秦队长 好你个二球 秦岭 各位旗主嘛 这你别怪他 秦队长 我生是寇家的人 死是寇家的鬼 秦岭 你看 你看 这眼前这条路啊 这就是通往前铃的 我知道 这也是你母亲每个月走两次的必经之路 什么意思 秦岭 你看着那个走的那个人了吗 距咱们大概有三百多米了 白管家 四百四百二十米 四百二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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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秦队长看看你的枪咋呀 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 不要 白管家 我认为你祖宗 我认为你祖宗 哈哈哈哈哈哈 你 你 秦岭 你说就我这把年纪 我还怕死吗 我问你 秦岭来过没有 秦良悦 我儿子要来了 还不得跟我一起喝酒啊 秦岭就不认你 这儿媳妇 哪有这么跟公公说话的 谁是你的二媳妇啊 怎么 你和秦岭不交往啊 叩战政 你咋越来越不要脸了呢 秦良悦 我可早就对你说过了 我已经金盆洗手 你说你非说我是盗墓贼 你让我这张脸往哪儿割啊 我警告你寇战政 你敢伤害秦岭 等代妃宇回来 我就他灭了你们 我们的人 也遇到我 你们的机会 秦岭啊 我对你说实话吧 我做的这件事情 没给你父亲讲 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 我曾几次想对你母亲下手 可是都让你父亲给阻拦了 她还念着 她们以往的那点情感 所以你母亲这才活到今年 所以我们盗墓的事也才 那我只有先打死你了 秦陵啊 你忘了 你就是我走了 那还有阳管家 马管家 可到秦陵的事也 那是于公于山的事也 前仆后继啊 我们就是见不得阳光 而你母亲是每天在这太阳底下呀 哈哈 贼的事业 哈哈 哈哈哈 秦陵啊 你看到那个人了吗 那就是另一个杀手 为了你母亲 你必须站在寇家这条船上 要不然的话 你母亲就 你敢 这寇家为了到秦陵 死了这么多的人 还有什么不敢的呀 我不想让你母亲 唠个王局长的下场吧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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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办事太狠了 可我不得不狠 我跟秦凌说了 你父亲这么多年 没有杀害秦良宇 是因为他念着旧情 我早就没有旧情了 秦良宇现在是戴飞宇的女 他还扬言说 等戴飞宇回来了还要收拾咱们 秦凌是个孝子 赵贵他 可万一 万一他又不跟咱们走呢 那我就只有 只有他没这个儿子 那也就是没有 你曾经爱过的女人 儿子都没有了 还要女人干嘛 好 你曾经爱过 我曾经爱过 父亲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到了天灵 我答应你到了天灵 经理 一旦忘了前灵 后路是什么 这有志不在年糕 这么年轻 竟然想到了后路 当然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嘛 我还想和我妈待在一起 金灵 这个选择你来定 说说你的想法吧 我想把寇家的弟兄们 全部扮成警察 就说鬼子逼近陕西 为了保护前灵 政府要把前灵的财宝取出运走 如何 好 你和为父的想法 不谋而合呀 确计 不知牙的狗那才咬人呢 现在存了多少杂药 差不多了 秦灵啊 你现在最大的难题 就是如何面对你的母亲 即便你坚定的成了寇家的子孙 但是秦良玉养育你二十年呀 这二十年的养育之情 这也不是说断就能断得了的 你一旦看见他 那些美好的回忆 就自然的会涌上心头 所以 哎呀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伪装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要是自己不痛苦 那就得明白 大男人为大势而来 为大势而去的道理 秦灵也真是的 说好去秦灵的 这一大早 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警察嘛 也许他公务在身 咱们就不等他了 车备好了 你们快去快回啊 怎么 嫂子你不去啊 我就不去了 我得守着那张图呢 妈 你不用那么担心 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觉 一直想着 床底下那张图呢 要不挂我床底下 那可不行 你老出门 还是放在我这儿最保险 那好 嫂子 我们去了 去吧 去吧 秦灵挖结图 这来得太及时了 张围的 这秦天院急忙回西安 这就是给咱们家送礼来了 藏在秦母的床铺下 但是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秦灵的意思我明白 一旦图丢了 首先怀疑的对象 肯定是秦灵 白公家 咱不能提前行动 一定要等麒麟把图偷到手再说 这一旦有了图 这便是不打无准备之掌 你们的意思是 还得提前将图偷到手 还不能暴露你自己 来 来 来 这个时候 还有心喝酒 嘿 你是不了解白管家的习惯 关云长 温酒斩滑雄 白管家温酒呢 那是为了出更好的计谋 来 来 秦灵 梁玉 人哪 活的就是一种精神 你就说咱们秦家吧 为了保乾陵 受了多大的罪 死了多少人哪 可天成地久 铸就了咱们秦家的精神 人活着 没有精神 也就没啥意思 我 输 咱们秦家精神没倒 偷 去秦家偷 就像贼似的 见啥偷啥 为啥说贼不走空呢 这样的话 要派就开两个人 为啥 我要打死一封 奶 喝 掌柜的 清除玉兰胜玉兰哪 寇家这狠字 全让亲领战了 真是佩服 计划还没有谈完 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 好 好 拿图的弟兄 胳膊上缠块白毛巾 记住 两个都要缠 只是 拿图的人缠在左边 不拿图的缠在右边 白管家 人你来安排 掌柜的 这秦岭这镇定 咱们俩得学 什么是行动 今晚 不过一定要记住 什么都要偷 要像贼 听小掌柜的 还有 不要伤害我奶奶 如何才能做到不伤害 两个大男人对付不了一个老太太 我是伤害了 我饶不了你们俩 奶奶 就应该把枪放在枕头底下 秦岭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把奶奶吓得睡不着觉了 秦岭她说得对 妈 我巡逻了一天 累了 妈 那我们也去睡了 去睡吧 奶奶 睡个好觉 那边 我去睡吧 我去睡了 我去睡吧 寂寞 我来睡吧 我来睡觉 好 你不来'd 睡觉 你就会睡觉 睡觉 我去睡觉 睡觉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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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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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